很多次我说老万一你那个种下去的羊水线怎么样了呀 就这样 没动静吗 有动静 我扒了一个最边上的就长了一点点的根 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位置 长了一点点这个根 其实有的话说老万一这因为什么 因为温度不够吗 不是 它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温度越高的长得越快 它喜欢冷凉 什么冷凉呢 现在还有点热 包括这个半个月前种下的郁金香 它也是在长 很热的时候就超过30度以上 它长得很慢 你反倒呢在18到25度之间 它长得贼快 然后呢 温差再稍微大一点 就是说呢 晚上能够在5度以上 但是一定要在5度以上 不能低于5度 白天的时候在25度以下 就是5到25度这样 白天比较凉 晚上的时候稍微冷一点点 它就长得更快 我们这个棚就没有去控温了 所以说呢 长得比较慢 但是呢 这个季节啊 现在都已经怎么说呢 都入秋好多天了 这个季节很适合养这些穷 你比方说朱领红 郁金香 风信纸 百合这些都可以去养 有个话说 老外你怎么种的 怎么种的呢 我给大家放一望前面的一个片段 大家吸取一下 水仙不开花 搁那儿撞大串 对吧 这手里面这一对啊 包括你面前这些个全部都是水仙 今天呢 教给大家水仙怎么种 有的话说 老外你水仙不应该搁水里边吗 其实你要了解啊 铜钱草跟水仙这种 最适合的状态就是半水培 就像沼泽地 有泥泥 最好有薄薄的一层水 那更哇塞 土培呢 效果是更加的直接的 长得更肥沃 水培也够 因为它种球里边的营养过 但是不利于二次的养苗啊 不利于它的种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咱们呢就是土培了 首先呢就是收到以后啊 可以这样把这个老根给它揪掉 有话说老外你我嫌麻烦 那你可以用刀子像我一样啊 给它稍微削一削 稍微一削就行了 就跟种株底红差不了很多 那这样就更加利于发根 先处理根系 你得有适当的环境 别让是它的小窄窄 等长大了你们就可以掰下来了 现在别掰 现在太小了 一掰容易受损 不过也能养好 带着抹球它会长得更快啊 就跟草原上狮子一样 你看着它差不多能捕猎了 但是还是不要脱离狮群比较好 是这个道理吧 嘿嘿 稍微一处理 我们摆下几个 多处理几个吧 一般你没收到的 很少有给你处理好的 这是羊水虾啊 臭婆 好了 加土 摆上去就行了 摆上去就行了 也就种六个哈 已经接近极限了 就这种了呗 再加一点土 啊 求大咱们家了 对 我们家求大 有话说老婆一求大求小有什么区别吗 求大的话呢 它开花更大 营养更充足 这个东西你可以跟我大舅子去啊 刀养充充充充 漏着头啊 别整个的给她买起来 最好是漏着头 就这种了 之后呢就是浇水 晒太阳 施肥 一定要有光照啊花友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开花了 就这么简单 有的话说了 花友我种的水仙怎么怎么样 有话说水培怎么办 水培的话最好是这个水位 正好是没过根系就可以了 没过根系就OK 地灾的话也是差不多 一定要用松软透气的土壤 跟种那些个土豆啊 地瓜呀包括大浆是一个道理的 这样就是浇一片透水 正常给出光照 那这样呢就种完了 有话说了 怎么样才能买到这个水仙 要半个月之后才能给你上市 提前给你说了这个事了 我们家有七八个品种 单半的虫半的各种都有 之前呢都是做仙气花的一些个洋水仙 后期等到根系长出来之后呢 再试肥 如果说没有长出来根系试肥的话 是不理智的 它也不吸收 也不利于根系的发育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 好了 然后呢现在这个呢 老花已经上架了 要不说了记得点个关注啊 臭毛 想看更多的养花知识呢 可以关注一下老花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惹一 来了臭毛